Pokemon Go 萬聖節活動 Part 2 已經宣佈了 竟然一隻新精靈都沒有? Hello 大家好 我是憲哥 今天就是Pokemon Go 萬聖節活動的第一天 官方已經宣佈了 Part 2 的活動 我們現在來講講 在10月27日星期四上50點 至11月1日星期二上50點 重點就是今次有很多新的裝扮登場 其中還是首次開放式為版 哪些精靈獲得到萬聖節裝扮 就是綠尾和進化型態九尾 緊鬼南瓜精和進化型態南瓜掛人 裝扮的六尾緊鬼南瓜精 都是可以遇到他們的色違版 而且南瓜精是首次開放式為版 所以在紅色鐵中 也有更加注意 就是這一個裝扮的緊鬼 只會出現在團體戰 啊 想打打去一下坐一下裝扮 或者去坐走色違版 那就特別留 看一下 還有高公佈了其他大陸的起源形態 同樣是可以學到暗影前集 留意我日期就是下星期四 起源形態才會出現 還有如果想觸這招限定技 定在11月1日星期二的上十點前 捕捉到其他大陸才可以學到這招 這次惹我可以遇到這些精靈 可以見到一些舊的裝扮有回歸 例如比亞超、波加曼都有回歸 當然也有新的裝扮蘭瓜精和綠美 團體戰的重點就不用多說了 就是三星圓體戰的耿鬼 和五星圓體戰的其他大陸起源泰 舊的裝扮回歸 就是徐風球的裝扮 田野調查就是這些 和剛才那些都是大同小異 雖然說是Part2 但也有很多內容是重複的 例如是獎勵 7公里彈 7公里彈 另外限時調查得樹調查 官方在近日發了暗示片 就是關於下星期二的聚焦時刻 這個就是Part2的萬聖節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活動吸不吸引 還有整體萬聖節活動你又覺得怎樣呢? 比較可惜的是沒有新的精靈登場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當然有很多新裝扮或舊裝扮都有來的 好 大家記得讚好訂閱分享分享分享 我記得下集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